這邊有幾個 當然主要是後面有兩題 綜合練習題 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在綜合練習題裡面的話 從增減體重百分比來看 也就是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在後面 如果說 它的體重 是在什麼呢 正負5%之內是標準的 那也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增減體重 這個它的體重 跟它的標準體重相比 這個人多了27.6% 那這個人應該是這樣 過胖了嘛 對不對 它的標準體重還要再多27% 也就這個人大概 多了大概四分之一個他自己 所以他當然會很 應該算是胖了 另外就是說 過輕這個是負的 也就是說正負5%裡面 算是正常的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裡面的話就需要用到 那這邊你要顯示出來 就是標準跟不標準 那做法上面 原則上我們將來呢 一定會有三種 三種方法 一個是標準的函數 你就把標準函數做在這裡 第二個是VBA 那VBA實際上就是有點類似 我希望呢 在這邊按個按鈕 它也可以自動幫我把結果給 全部做完 或者是第三種就是制定函數 這個所謂制定函數就是說 我也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這個工作更簡化 簡化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我可以 剛剛也許你要這邊自動函數 其實VBA裡面就有兩種 一個是按按鈕 一個是自動函數 這個自動函數就是插入一個函數 你有沒有辦法增加一個函數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喔 就是你給它一個自動函數 它就可以把全部事情幫你做完了 那就是簡化那個函數的流程 那要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來看前面的 前面的這邊還有 另外綜合練習還有一個什麼 這邊也是安養中心 這個年齡的話 比較像日期與時期函數 不過順便等一下可以講 老人津貼 它可能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要住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第二個條件是 它的年齡必須超過70歲 對70歲 那就是什麼 符合條件跟不符合條件 所以這邊有兩個中央練習題 等一下看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前面的那個一幅 比如說你要評定什麼 評定那個 它的成績是否及格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插入函數裡面用什麼 用邏輯裡面的一幅 一幅裡面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它的成績 所以按確定 然後這個成績 如果大於等於60嘛 那就是合格 反之的話就是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 直接打上那個合格兩個字 反之就是不合格 OK 類似像這 應該這個蠻簡單的吧 按確定 好 然後呢 直接向下填滿 這個是我們平常會這樣做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一樣 剛剛不是有個VBA 所以這邊有個VBA 也是一樣 請你把剛剛這個動作 如果我今天希望改寫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 自動完成 另外呢 剛剛這個公式其實還不算太複雜啦 可是如果你要想要再更簡單一些些 有沒有辦法制定一個函數 這邊也是一樣 制定函數 兩個方法 那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說這個地方 先做那個內建的函數的一幅 VBA跟制定函數 這第一階段 後來就有同學 覺得好像這邊太簡單了 然後呢 他就說學校一般 這個平均成績裡面呢 他這個成績裡面 不是這麼簡單的 像在大學裡面 他的平等不是合格不合格而已 他有A B C D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換一個方法 你們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80分以上 G G